字幕志愿者 杜宇航 杜宇航这日出席电影功夫联盟的首映例 他就说这部电影是自己从影以来拍过最开心的电影 还跟陈国坤、赵文卓、安志杰等人 做了个火锅联盟 我非常开心 跟他们今次的电影是 不单只是他们和导演也是 拍这么多年电影是最开心的一部电影 除了工作以外 我们经常在拍完戏之后 都是大家约一起吃饭、吃火锅 所以我们大陆宣传的时候 小龙都说变成火锅联盟 我们经常吃火锅就很开心 虽然这部电影在内地的票房一般 但杜宇航就说票房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整班演员都很用心地完成了这部电影 他还说陈国坤拍打电影很拼命 差点拍到休克 拍动作这部份也拍了很多和很辛苦 譬如其中一部分是 韭文卓和陈国坤在户外打 当时我们是夏天来的 起码三四十度 三四十度不但他们还要吊威也 穿着威也衣服很热 差点陈国坤都有一些休克 所以其实拍摄的动作方面都非常辛苦 还有各位演员都很用心